星光大道的是誰呢 我們有請到的就是時代少女魂 有請 你看來 這個行星 小女生要往後進 可以往前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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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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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迪哥 你们是不信任何不好 也谢谢各位的喜欢和支持 然后我们终于会说更多好听歌歌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谢谢 嗯 是 刚刚提到 我说是我们会尝试要做更多的歌曲 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关注吧 这两年的时代表明才能发表这歌主播的是否 主题的意义 或者是这个风格 回到视觉呈现 其实歌舞是很多面的 所以呢 接下来问问各位 接下来的音乐风格 可能会有哪些尝试 会有些痛苦的样子呢 呃 我们会尝试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文化的元素了 然后希望那些 有很多很多文化 大家更多人了解 然后去寻找很多 非常好 其实前几天 对大家接着得张志首次 也让他感觉到非常棒的一些 有很多会尝试我们的音乐的一个元素 在音乐里当中的一个融入 我觉得就像是实在少年团的这个团名一样 我们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让大家感到来自少年们的音乐的一个力量 非常好一个呈现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舞台好不好 是的 让我们期待一下 那一次同时呢 也想不顾呢 各位啊 其实是我们外团团团的问题 来到上海有没有尝试体验过上海的美食 比如说这个季节啊 秋风一起卸脚就要了 那阿雅仙有没有尝试过呢 谢谢 今天晚上 有点笑容是吗 哈哈哈哈 因为阿雅仙有点太高兴 确实可以尝试啊 那今天说到上海的美食 就是如果让我们挑选啊 就是最有代表性的 你会选什么呢 可能这张飞组的比如说小龙包啊 对 圣巌包啊 圣巌包啊 哦 会吃哦 会吃哦 一上来就知道圣巌了 有想法 胡椒肉呢 有点兴趣 也可以来聊天 有兴趣 有兴趣哦 有兴趣哦 不会有兴趣 哦真的 那除了没有空 我还在试诫一下吧 来啊 有上司 也可以体验一下 上司 嗯 所以今天我们这周的算是 这个上海的公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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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希望你都把它卡一下 对对对 在今天晚上的演出场结束之后呢 可以收回自己非常兴趣的美食 好 再次谢谢师傅的美食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光明了 谢谢 期待我们的午餐 是 来 送你谢谢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要走上 我们西瓜大道的这个地方呢 好 我们赶紧欢迎到的是 谢谢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欢迎 格勒利亚 第二十八届 东方风云棒音乐盛典 最佳组合 十代少年团 有请 恭喜十代少年团 即将成立满两周年的 十代少年团 让大家看到了 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成长力 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 始终散发着积极向上 云南而上的精神力量 正处于五项之年的 他们在2020年 发表了歌曲 《要你管》 表达了年轻人 自我的主见跟主张 并且摆脱噪音 广受年轻歌迷的喜爱 这首歌曲也获得了 本届的十大金曲的肯定 祝贺十代少年团 那去年其实也有光临过我们的盛典 拿下的是最佳新锐组合 一年多的努力之后 连中两元 所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过去这一年当中 你们的一些进步和感想 好不好 321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十代少年团 大家好 我是十代少年团马嘉琪 大家好 我是十代少年团宋亚轩 大家好 我是十代少年团李奥文 大家好 我是十代少年团颜浩翔 大家好 我是十代少年团 我是十代少年团 贺俊玲 好 继续 我们人有点多 对不起 要感谢东方卫视 还有主办方给予我们的这个荣誉 对 然后 也谢谢粉丝朋友们 一直对我们的支持 还有鼓励 十代少年团 之后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的音乐作品 也希望这些音乐作品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 积极地向上的精神力量 然后 要给丁哥和张哥 分享我们这份荣誉 这是属于我们的荣誉 对 十代少年团 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大家 是 那所以组合两周年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要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呢 两周年呢 我们也准备了很多惊喜 然后也安排了很多计划这些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用最青春洋溢的方式 同时也非常具时代感的方式 来表达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棒 是 一起来办一个动作好不好 是 来 3 2 1 棒棒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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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座休息 谢谢 谢谢 谢谢时代少年团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请上座休息 谢谢 谢谢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这位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因为初 只剩下来的时间 好 感谢观看